80年代是整个中国影视剧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涌现出了无数优秀的影视作品以及优秀演员 这一代的演员如今在国内影视圈已经成为大腕 如张峰毅、张铁林、陈道明等人 其中最为耀眼的就是周理晶 周理晶出生于北京 19岁进入甘肃省话剧院学习舞台剧表演 78年参加高考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当年其实他已经算是超龄了 招考老师觉得他外形以及表演功力非常的不错 于是就破格录取了他 在大学时周理晶拍的第一部戏就是男主角 扮演汽车运输牌长郑冰 当时给他搭戏的是他同学张铁林 之后周理晶和同学沈丹平合作过一部电影叫《夜上海》 扮演一名歌舞导演唐伟 1983年他主演电视剧《高山下的花环》 获第二届精英奖最佳男演演奖 使他一夜成名的还是1984年主演的电影《人生》 周理晶在里面扮演高嘉林 他在电影中精彩演绎了在命运中挣扎的主人公高嘉林的一生 凭这部剧他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影片奖 美国艺术科学院奥斯卡最佳位语片提名 这部戏也让周理晶奠定了国内一线明星的地位 这一年他才30岁 在当时他是影视圈内的第一小生 就连陈道明也被他力压一头 在事业上蒸蒸日上的他 在爱情事业上也很顺利 1981年周理晶和舞蹈演员傅春英结婚 并且生了一名女儿 家庭生活十分幸福 就在一家人过着幸福安稳的日子时 发生了一件他意想不到的事 1994年周理晶外出拍戏时 待在家中的妻子 被入室抢劫的歹徒杀害 因为妻子的去世 周理晶非常自责 假如自己当时在家的话 也不会发生那样的悲剧 他几乎放弃了拍戏的工作 回北影教书 一心一意照顾女儿 后来周理晶遇见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 张薇 也许是为了弥补对于前妻的愧疚 他对张薇疼爱有加 如今的他只教书 偶尔客串一下小角色 但他在隐秘眼里 仍是一代人的美好记忆